看完这个小片我想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 心中有着很多的困惑 为什么要离婚 离完婚之后又为什么还继续住在一起 今天崔先生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一起来听他说说看 有请崔先生 你好 我问一下崔先生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要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嗯 他有一个就是 我想得到一个 我跟我妻子之间 能够合适的沟通方式 嗯 我先纠正你一下 因为他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 对吗 应该说是前妻 前妻 因为你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 对吗 嗯 我想问一下你在前妻 QQ空间当中看到 这个男人对你们家做过什么 让你如此的介怀 因为 他 在我们离婚以后 就是说他交给这个网友 嗯 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 就是我们离婚以后才认识的 可是你是什么时间知道的 又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发现的呢 我就是上他那儿去的时候看到了 后来你去前妻的家里找他 不是他家啊 他回去以后没带他家 在那个 他们县的县城里上班 他住在他叔叔的房子那边 他叔叔的房子没别人 就他自己 那天是我小儿子 谁也找了 他也说了回来了 后来我就 开车从他那儿去了 晚上七点钟去了 去了以后我没给他打电话 去了后来 就是看着 下边看见的这一些事 就是我看着 他们两个人一起 上这屋里去了 后来那人走了 我看着他 那什么 我前进去他那个手机 通话记录啊 coho啊 他都没注意 我看了一下 所以有这种学生 这个男的是谁 你认识吗 不认识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应该是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离婚了 对 既然离婚了 他其实就是自由的 对吗 你为什么还那么介意 他跟别的男人怎么样 因为那个男的是一个 已婚男人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离婚的时候 就是说他 姑娘跟他 儿子跟我 他把那个 姑娘带回去以后 后来就说 后来我的小儿子 挺想的 就是有时候 我就带我的小儿子 从他那转圈看看 他经常带孩子 到那边去骚扰我 毕竟还是原来的爸妈 亲生爸妈好 对孩子 就去了两次 后来他就跟着回来了 我处于对他的无奈 然后对孩子 有一种责任吧 感觉 那时候我把他叫回来 那时候就说 回来以后 看看 就是能过到一起呢 下面 还复婚 还成一块儿过 那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带着 什么别的条件 就是我给他提过 我说咱们 应把婚复了 我说先不复了 后来我们就 后来我也没再提过 他也后来没再说 就这个问题 我想听听看 毕老师的看法 在现实生活中呢 有很多种情况 确实存在着 离婚以后 这个还在一个房间 居住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说从法律上来说 离了婚以后 办完了离婚手续 双方就不存在 夫妻关系 无论在感情上 还是生活上 还是在经济上 个人都是独自的 都没有向对方 承担 做什么承诺的义务 那么像刚才 先生所谈到的 这几个问题 那是 我们说是 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不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 而是您确实 也没有权利来干涉 好 谢谢毕老师 那我们再 确定一下 今天崔先生来的目的 就是 还是希望跟前妻 能够和好 对于他 这种婚后 跟别人在一起的恋爱 您不介意 要说不介意 那是 那是先话 就是只不是 我是 我是想什么 这事 要是如果 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 从刚才跟 崔先生的对话当中 我们隐隐约约 能够了解到 这个家庭发生的 一些事情 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崔先生的前妻 是否和崔先生 是同样的看法呢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